謝謝中信的周副總、黃副總 還有各位投資先進 今天播空來參加我們的法說會 那瑞基在過去這三年多 經歷了蠻大的一個產業的衝擊和轉變 那從疫情在2019年的年底 2020年的年初 瑞基透過應用PCR在新冠的檢測 取得了蠻好的成績在營運方面 那也對台灣或是甚至其他國家 在新冠的控制上有一些幫助 那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我想疫情突然的轉變 那其實它持續了其實蠻久的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話 發生在台灣比較顯著的相關的 跟coronavirus冠狀病毒有關的 是2003的SARS 那這一次在2020年 其實它影響的時間相當久 整整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時間 那瑞基也很快在那段時間進入那個領域 那我想其實有很多人跟我說 哦那你們在那方面怎麼有辦法做那樣 那這個好像是一個機會財 當然有些公司是因為這個疫情獲益 那也有蠻多公司因為這個疫情受害 那我們因為剛好在這個領域 其實我想疫情不是任何一個公司可以去控制的 可是瑞基剛好在做核酸檢測 而且就剛好是用PC啊 那我想我一直跟我朋友講 或是說有一些跟我溝通的投資人 我說其實在這個時候去看瑞基 其實比較重要的除了說因為營運 因為疫情的關係漲 也可是在營收方面 那可是其實真正重要的是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你看到一家升級公司 它可以看到這個疫情的發生 觀測到這個狀況 很快做出反應 然後可以在當然其實因為 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瑞基其實在2014、2015年開始 跟國外有一些單位 有做人病方面相關的一些合作啊 不管是在臨床的測試啊 認證方面 那因為那個是我們本來就有看到說 未來可能會進入的領域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瑞基在這個因應產業變動的時候 那個快速反應 然後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累積了很久的基礎 其實要做出這些反應跟 在很短的時間取得這樣的認證 我想各位都知道 瑞基是在2020年14月的時候 台灣第一家取得新冠病毒檢測的 四季設備的EUA認證的公司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成績 其實反應的是說瑞基在這麼多年下來 累積的在技術方面 在臨床的認證方面的一些經驗跟底蘊 跟他技術的深度 那接下來瑞基到底要往哪邊走 我們準備了一個簡單的報告 今天我們執行長 鍾德玉 然後我們新事業發展部的小博士 也都在這裡 還有我們發言人 顧佳姐 我們會先給大家一個簡要的報告 之後我們希望多留一點時間 跟各位對這個產業 對瑞基有興趣的投資系列的先進們 做一些交流 謝謝你們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 陳先生 各位投資先進 大家好 我是瑞基海人的主席長 鍾德玉 首先我想還是要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瑞基的一些狀況 關於瑞基海洋 我們是成立2004年 那資本額大概是5.741 那目前員工人數有150個人左右 那我們有超過44個國家的小博通路 以及在IPT的部分 我們有ISO13485跟台灣GMP 那瑞基海洋最主要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家 取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檢測試劑的一個認證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除了既有了這個產品之外 其實我們也開發了現場可以檢測的 這個所謂IPCR的平台 然後呢 我們這個瑞基除了在台灣的總部之外 我們在中國的廈門也有一個金融紅電子公司 然後在美國 波士頓也有一家子公司 那我們的使命呢 就是希望能夠把全自動可擴充的技術平台 把它微型化 自動化 並且平平化 那這個是我們所研發出來的這些司機並且 還有設備 並且把它應用在辦理動物續產 食品安全 生物防恐體外診斷 以及我們常常用到的實驗室裡面 那承諾我們剛剛董事長所提到的 我們這個SARCOVID-2這個產品呢 其實是第一個拿到台灣EUA的 而且我們在2018年取得了CIVD的認證 可以在一個半小時之內就把PCR全部做完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我們其實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個檢測量能 也幫助到了整個社會 那瑞基海洋的一個競爭優勢 最主要我們能夠把多樣化的產品線 提供給整個產業來作為一個健康管理的一個需求 那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其實不只是我們的努力而已 我們也跟全世界除了台灣之外的一些學演單位 甚至政府單位都有合作 甚至是像FAO 我們都有跟他們合作在情郵感 以及非洲豬瘟的反控 那這個也同時間是這麼多的論文發表 也是讓我們這個科研界也能夠了解到 這個產品的研發事實上也經過驗證的 那瑞基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跨領域的整合能力 最早我們加入瑞基的時候 其實只有做PCDR的檢測試劑 那後來到了2010年左右 我們就開始發展我們的檢測的平台 我們的設備 所以我們有經過這10多年的努力 我們除了在實際上有長組的發展 跟不同領域的應用之外 我們在整個設備的整合能力上 也有長組的進步 那這個也就是促成了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發表了全自動的PCR的平台 叫做Pocket Central 那也很快的把它應用在2020年初所引發的 這些COVID-19的檢測上面 當然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有保護了很多的專利 來保護我們的一些產出 那關於2023年的3Q的一個營會報的部分 我就來做一個簡短的描述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從2014年開始 其實營收就一直成長 那尤其是到了COVID-19的2020年 2021年以及去年2022年 那當然營收就也是大幅的成長 那不過也因為疫情的一個急劇的變化 所以我們今年營收其實大幅的下滑了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顯示在我們前3Q的一個營運的成果上面 所以到目前是-1088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們整個的一個市場佈局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東北亞 以及東南亞的地方 其實它是大幅的成長的 那在後新冠的時代呢 我們就重整了我們的國際市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過去這3年裡面 其實鎖國啊 封城啊 所以致使我們在這一些領域的推廠上 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因此呢 我們在今年其實也花了蠻多的心力 還有人力跟資源 在重整我們的國際市場 並且把版圖擴大至中南美菲整個幾個大陸 那在這樣的業績分析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從2018年一直到現在前3Q的話 紅色的部分其實都是新冠的整個業績 那到了2023年的時候 其實它大幅的一個減少 所以這個當然有很多理由 一個當然是政策的一個關係 那大家對於新冠PCR的部分也大幅減少 那第二個部分呢 那續產它的數量其實也受到了 整個新冠疫情的影響 所以在檢測量也有變少 然後對於新的市場的規劃 那我們就把我們現有的產品線 根據他們在疫情之後的一些重整 然後我們有新的一些商業模式的建立 一起去配套 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在所謂的防孔 以及這個所謂的生物 新興毒品的一個檢測上面 也開發了新的產品 那還有呢 我們也針對一些植物的 病害的一個領域以來開始發展當中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對於未來的 瑞基的一個規劃 能夠跟各位同志先進來做點報告跟交流 那最主要瑞基其實剛剛所看到 都是屬於PCR的整個產品線 所以整個產品的營收的這個來源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到百分之百都是屬於PCR這個部分 那以COVID-19之後呢 其實PCR我們知道它投入的廠價越來越多 平台也越來越多 也就是競爭者越來越多 而且PCR世紀的價錢 大概逐步的往下遞眼當中 那所以在PCR檢測這一塊 它其實已經成了一個鴻海市場 在過往對於瑞基來講 它是一個來海市場 但是經過了COVID-19 它變成了一個鴻海市場 所以如何讓瑞基在從一個鴻海市場裡面 怎麼樣能夠再次的成長 怎麼樣能夠為未來的5年 以及10年來做發展 那我們就看到了另外一個領域 其實瑞基在做PCR我們統稱的叫做核酸檢測的領域 但是核酸檢測的領域呢 有一個叫做次世代定序 NG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y 所以我想在做了各位投資先例 可能都略有人聞 甚至有一些人也非常了解 那這個部分也就是瑞基未來 在要投入的整個大方向 那我們會投入非常多的資源 在這個部分來努力 因此未來瑞基的營收 不會只有在是PCR的部分 而且會加上NGS相關的部分 那我就來細細的為大家說明一下 那PCR核酸檢測也有 但我們並不會放棄 那對於這個PCR市場 其實它還是會逐步的成長 所以呢 怎麼樣能夠讓原有的PCR市場 能夠逐步的成長 第一個 我們現有產品的在組合 對於這些殖病 還有人病 還有動物檢測 動物檢測 包括水產 蓄產 還有伴侶動物等等 因為目前大家PCR已經不會把它 拿來當作診斷用途 它會拿來作為動物的品質檢查 它還會拿來作為生產權的檢查 並且拿來對於防疫 也就是疫苗失作之後的一些效果評估 來優化整個防疫措施 那總的來講呢 它就可以用PCR的這個工具 來把健康管理做得更好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整個COVID的這個期間 其實我們已經把我們產線 做了自動化的一個優化 並且提升 而且我們的產能加大之外 其實我們整個的這個生產成分 也可以把它降低 所以呢 在未來我們也在跟國外的一些廠家 來討論一些OEM或DM的一些可能性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發掘新的市場的部分 尤其是在一些新興毒品的檢測 還有一些植物病患者檢測部分 也是瑞基會投入的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在既有的這個基礎上面 再把它逐步的成長這個動能 那這個部分的部分也不是只有瑞基看到 我想從商業的一個統計報告裡面可以看到 動物分身診斷市場在2023年市值大約33億美元左右 那預估年複合成長率大概是7.1% 到了2029年會到達51億美元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說在PCR的動物檢測市場這一塊 它仍然會有逐步成長的一個跡象跟機會 那未來PCR成長的這個潛力 當然除了我們目前的這些產品之外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其他的優勢 那跟對比於其他的競爭者 為什麼我們可以說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紅海的市場 逐步的來成長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有全自動的 Paket Central的PCR設備 那在COVID-19之後已經沒有人要使用所謂的手動PCR了 所以類PoCT的這種平台會是未來的一個需求 那第二個我們有跨產業超過200項的檢測試劑 可以供這些產業來搭配運用跟使用 再來最重要一點是我們有迅速開發新的試劑的能力 那這個其實也就是在COVID-19來臨支持 其實瑞姬第一家取得台灣EUA的檢測認證 也證明了瑞姬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所以我們透過現有產品的再組合新的商業模式 以及評估OEM ODM的可能性 並且去開發新的市場 然後讓我們的PCR市場這一塊能夠祝福的來成長 那在於NGS次在應用的部分呢 我要來跟各位說明 那什麼是NGS 其實它就是一個新世代的一個解序的系統 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幫我們把核酸 包含DNA或者是RNA的序列解出來 那解出來之後其實我們就可以做非常多理由 其實如果各位不是對NGS太了解的話 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比喻 也就是說NGS這一塊其實它就是解序 可是解序之後它需要有生物資訊的人 把這些序列組繭起來 並且告訴我們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簡單來講就好像我們去換杯一樣 我們去取的一個蝦蝦 那個這個牽絲之後呢 我們需要有專業的人幫我們解遷師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大概可以這樣的類比 那NGS應用的市場 其實我相信各位在前一段時間 都有看到這樣的新聞 就是說我們的衛生福利部呢 對未來NGS健保給付 會把它納進健保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對於整個NGS 這個應用的領域跟市場的應用 它有非常大的一個強心劑 所以這個樣的除了在納健保之外 其實它應用的市場 還可以在傳染性的疾病的一個診斷 用在新藥開發 還有遺傳疾病的一個檢測 還有biomarker像比如說癌症 那癌症的檢測事實上會跟後續的標靶用藥 也有非常大的直接的關係 那當然還有農業跟兜物研究 還有維生物菌以下食品安全等等的部分 都會是NGS應用的領域 那無讀有偶的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呢 即使它對於結核病的一個控制 以及治療它是非常非常專注的 那他們也都希望能夠把這個結核病的數量 控制在一定的底下 可是呢經過長年的這樣子控制之後 我們發現到其實結核病的發生的機率 以及數量並沒有真的鼓勵解 反而有慢慢上升的趨勢 那怎麼樣能夠來真正控制它 大家就發現到說其實以前我們用來診斷 肺結核的這樣的一個工具其實不夠精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頂多只是偵測了一種到兩種的 所謂抗壓性基因 但是肺結核病的抗壓性基因遠多於一兩種 那因此呢他們現在已經通知了 在應該未來要使用NGS作為診斷結核病抗壓性工具 而且是必要的一些工具 所以這個也是大大的加速了 NGS在實際上應用領域的一個速度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有關食品安全 那歐洲的食品安全E-European Food Safety Agency 那這個部分他也已經發表了 他應該要透過全基因組定序的方式 來針對包含來自人類 食品 飼料 動物 跟相關環境基因尤其兵權調查 以及適別新的健康危險 那尤其是在英國 那他們目前也把NGS這樣子來檢測 沙門氏菌的方法都已經標準化 並且把它建立起來 而且他們現在開始針對所謂的屠宰場 他們在做沙門氏感氧的檢測的時候 也必要的一個工具 那NGS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大家看到這個圖 第一個我們要先採樣 採樣完之後要做核酸萃取 文庫的製備跟頻管 然後核酸擴增 甚至後面才去做真正的定序 然後定序之後再去把它組建起來 然後得到一個結果 那這樣的一個步驟 從核酸萃取一直到文庫自備 還有擴增這一塊 事實上它現在大部分 90%以上的過程都是用人工方式來做 那用人工方式來做 那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它是不穩定的 那第二個我們要訓練這樣的人 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個一年的時間 那所以這個繁複的步驟 其實就是說它有沒有被滿足的需求 叫做自動化 所以瑞基看到了這樣一個需求 那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案 叫做我們從核酸的萃取到文庫的製備 這一段把它自動化 那我們從去年的年底在醫科展 其實推出了第一台的概念記 因為當時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方向 其實雖然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值得投入的方向 可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能力 以及對於我們的市場的測試 我們就感到說應該先推出一台 我們的原型機來跟這個市場做一些溝通 所以我們在去年就推出了這個Santra第一代 那後來在那個場合裡面 其實我們獲得很大的鼓勵 確認了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以及市場 那因此我們在今年也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推出了Satellite 真正我們會要量產的這個機型的設備 那也獲得了非常多國內外這些應用商 他們的青睞 並且我們也已經在商討 真正後面的這一些應用怎麼樣去驗證 這個Santra市場定位基本上我們如果把它來做一些分類的話 第一個我們把它定位在它是一個樣本文庫自備的工作站 然後其實經過定序之後 它後面還需要去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那瑞幸要做的其實不只是只有樣本文庫的自備的工作站 它我們還會根據後面的分析來做一些優化 那過往以現在來講呢 我們如果要做了許多一點的分析組件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請生物資訊的人員 那生物資訊的人員它也是一個痛點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去聘請到適合的生物資訊人員 因此呢我們也開發了檢疫的分析的軟體 那這條檢疫的分析軟體就可以幫我們把這些rule data 把它做得很快的整理 也就是在十分鐘之內我們就可以把序列組件分析出來 所以呢瑞幸提供了AGS流程自動化的解決方案 From Sample to Report 也就是說從樣本進然後最後呢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產生一個結果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我們如果是從一些應用 比如說全基因病序像解細菌病毒 或者是一些需要PCR-based的這種小panel的這個 武庫自備照定序其實可以在兩天就可以完成 那對比過往需要人工操作 它可能至少要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或更久的時間 那縮短非常多 那這樣的一個文庫製備的市場 其實它也是在逐年成長當中 那我們從這樣一個報告可以看到 它的DHR大概是13.4%左右 所以剛剛我們如果看到PCR的一個成長 它只有7.1% 所以為什麼瑞幸會選擇這樣一個市場來投入 也是因為看到它的成長性會比較高的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在文庫製備這個部分的一個產品的設備 甚至在文庫製備的市益的部分 它們的價值也都遠高於目前PCR還有設備跟試劑的價錢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瑞幸會決定 我們要從PCR這一塊投入更多的資源 來針對NGS這一塊的文庫製備來發展 那當然瑞幸要投入這樣的市場 也不是說我們就貿然的投入 其實我們也看了一些國外的一些競爭者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主要的競爭者的部分 有像Incent Nero Bio Sensor 還有是Angelin、Begman Kudler或是Roch的部分 那其實大家可以詳細的事情了解到 當它們如果要做這些無複設備的時候 其實它們所提供出來的解決方案 大部分是從純化過的核酸來開始做複製備的 那瑞積的系統跟它們最大不一樣 是我們包含了核酸的萃取 那我們核酸萃取的樣本 它的種類可以從泉血為生物的分離樣本 甚至是存化過的核酸也都可以 所以我們從最前面的核酸萃取就可以開始 那當然我們的throughput 也就是通料的部分 其實沒有像其他做的非常大的系統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跟它們做的不一樣 第一個是因為以目前來看的話 大部分NGS它的種類會多 可是它實際每一次要做製備的量很少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聽到說 你如果做NGS可能你要等一個月才會有結果 為什麼 因為它要等很多的sample來了之後 它一次性的去做操作跟處理 假使它用通量比較大的這些設備 它可能要擠到48甚至擠到96 它才會開機去執行這件事情 但是瑞機是反其道而行 讓它可以很快速的 我們用1到8個這樣的動量滿足到 誰來誰做 也就是說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讓整個的 turn around time能夠降到最低 所以以跟這些競爭者的比較的部分來看的話 那我們的size是最小的 我們的footprint是最小的 如果各位有在我們的展場上看到的話 其實它卻是個bench top的一個機台 那其實我們跟台中榮總這邊記憶體檢測單位 他們也有合作 那蕭博士其實也在我們所邀請的這個演講裡面有提到 其實這樣我們瑞機所推出來的這一套Settler的武庫置備系統 是它目前看起來是最小的 而且它非常的preciate 它是真的一個bench top 因為如果它要到96號大型機台 它必須還要去買一個所謂的花崗石的那一種桌台 來擺放大型設備 它甚至還要把它的實驗室的操作台把它敲掉才可以 所以瑞機能夠提供一個小型的桌上型的這種褲子備系統 對所有的這些使用NGS的單位來講是一大幅 那再來我的重量也是最近大概就60公斤以內 那樣本數一到八個它可以提供誰來誰做的這種彈性 那當然我們的樣本種類可以做的最多不會只有是核算 那我們的自動化武庫置備的流程是可以客製化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專業領域其實不是只有做設備 我們還有所謂專業的NGS的這些不夠超多NGS的人員 以及我們有公司也有資源是在做所謂的這些資訊分析上面 那所有的這些加種起來讓瑞機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以及這樣的能力來針對不同的文庫的這個流程 來寫上不同的腳本 可以實際上可以去做應用跟測試 那當然我們的售價也會比目前這些主流的一些大牌子 它還要來低廉一些 那這個就是瑞機未來的 在無庫置備上面的一個競爭的優勢 所以總觀的來看的話 SETO來了它是市場上最小型 而且涵蓋定序前所有程序的自動化引擎 而且價格很親民 那我們內建的核專確決功能 而且我們可以針對每一個客戶 他們的不同的補庫之輩的這些程序來做一些客戶化 那它的辦的通量可以欠握大部分檢驗單位的需求 那我們的目標市場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夠針對 這一些研究機構的實驗室 臨床檢驗室 醫院 核心基因設施 基因服務 供應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我們瑞機本來就在經營的這些 受醫檢測的這個市場 他們的診斷顯示也都用得非常多 那優先的客群當然我們會選擇 Illumina 中低同量的這些定序的客戶 因為我們第一個驗證的就是根據Illumina的這些客戶 那我們的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會鎖定Illumina 大概有九成以上 那這個也是我們鎖定Illumina的目標的原因 那這個目標的市場呢 最主要我們會把它設定在台灣 中東 近東 東南亞 那當然除了這些國家之外 其實不管是在歐 美 這些應用的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都會是瑞機最主要的目標之一 那當然除了我們剛剛已經發表出來的 這個Satellite這一台設備之外 其實我們在未來一直到2025年 都會有不同的產品線出來 那包含了Satellite 2.0的部分 然後還有在2025年我們預估也會有一台新的3.0的部分 那2.0的部分它針對的一些應用 或是在遺傳疾病 微生物上的鑑定 病原菌能監定食品安全 那簡單來講的呢 它就是Empliton-based以及Hoginone Sequencing 那在2024年呢 我們也會之後呢 我們也新增一些所謂的 體細胞突變的應用 尤其在癌症檢測的一些部分 那當然這是屬於不同的樣本製備 文庫製備的方法 那至於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那一些 未來明年可能健保會給付的小Panel的癌種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台機 就已經可以使用了 那未來針對不同的樣本 就是文庫建制的方法 那我們會推出新的設備來滿足它 那這個就是更細節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在MGS相關應用的部分 會有幾樣重要的一些產品線 包含自動建庫的設備 樣品前處理的套組 萃取試劑、建庫的試劑以及分析的平台 那這個請各位同志先進參考 那麼對於未來的一些展望 其實陳如剛剛大家所知的 就是說從2004年瑞季成立以來 一直專注在PCR的檢測 那在COVID-19期間 我們也取得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銷售的成果 那對於疫情退去之後 未來的一個PCR市場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是 它的外部的競爭會非常的多 當然它還是持續成長 所以在這個部分 瑞季也會持續努力 把PCR市場來做逐步的成長 當然除了PCR這一塊 那瑞季也剛剛也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未來我們會在次次代定序 這一塊武庫之輩投入相當的資源 並且去發展 所以我們也希望除了PCR這個市場 我們會疊加上來的 也就是未來會有次次代定序 以及武庫之輩相關的營收進來 所以這個就是未來瑞季最主要的一些發展的方向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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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